中国国民党建党123周年 国民党新主义党部同步在18号举办党庆活动 当天活动将以温馨以及新党员入党仪式 希望借由改头幻念崭新出发 让党员和民众更认同国民党 这一次的党庆活动 除了我们对近邻的党员代表 来做一个表扬之外 对平常对我们本党 这个志工服务的这么热诚的 我们来做一个既有党工的表扬之外 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心火相传的仪式 对这个青年朋友的一个欢迎 那我们也会做一个心火相传的 一个温馨的一个仪式 我们希望他们加入这个大家庭 不是有什么目的的 而是为了认同本党的一个中心思想跟理念 那二方面呢 也我们一起来努力打拼 借由党庆活动 国民党新出市党部也特别将室内空间 重新粉刷一番 迎接党员们在18号回娘家 同时也透过心火相传 还有防疫铁路便当等限量纪念品 要赠送给回娘家的党员 我们这个铁路便当 是一个党庆的一个铁路便当 我们除了对这个有溜酒历史之外 其实大家觉得这个便当 经久耐用 也很实用 这就是我们将来 我们要扮演的 本党要扮演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这次特地制作了很多的 这个党庆的一个便当 当做纪念品来分送给当天来参加的 这些党员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欢迎大家这个党员能够回娘家 来跟大家聚一聚 一起来庆祝这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日子 记者会最后主委吕学章请大家吃汤圆 象征着在重新整修后入新居的喜悦 也欢迎党员们在18号星期六 回娘家为国民党123岁庆生 台阔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